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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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擔心會長霉菌這樣子 新的客桌椅它可以隨著我們的身高做改變 做起來很舒適也讓我們上課室更專心 然後桌子的平面也很平整 沒有一些圖刺的地方 不容易刺到手 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桌子的座面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喜歡書寫的人 在這個桌子上的寫字 就是讓我寫得非常的開心 也不會擔心寫一寫就是紙突然破掉 讓我在寫作上面可以更愉快 主要是抽屜它的抽屜比較高 然後它可以就是相對容量比較大 在用那個木頭桌椅的話 我們是只把就是很常用的課本放到我們桌子 可是現在的話是可以把所有的課本通通塞進去 你要找就會很簡單 然後就可以直接抽取這樣子 以前的客桌椅它的腳踏的橫桿是在最前方 然後它比較高有些會很高 要踩的話就會跨上去 跨上去之後你就會想要做兩腳椅 現在的話它剛好是坐在中間 所以我們坐上去就會覺得說 是呈現一個很舒服很正確的姿勢 台東市工所努力爭取 太舊台東市學生的客桌椅 就是要給學生擁有一個安心快樂的學習成長環境 讓家長放心 學生開心 從學生的角度看教育 是台東縣政府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 太舊換新的客桌椅 就是希望提供給孩子們最好的學習工具 可以陪伴孩子們快樂成長安心學習 台東縣政府照顧孩子的學習環境不遺一例 我們努力做到最好的 就是希望孩子能做得到最好的 我在風里國小 我在初入國小 我在東城國小 我在龍田國小 我在北南國小 我喜歡新式客桌椅 Yeah! 純子 在入國小 琴